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香港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令人瞩目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们 在苏尔汉河州发现了贵双帝国时期的文物和墓葬 这一发现有助于填补丝绸之路上古老帝国的历史空白 接下来香港终审法院正在审理黎智英等七名民主人士的上诉 他们希望推翻非法集会的有罪判决 此事在国安法的背景下引发了外籍法官是否应继续任职的讨论 最后新加坡去年建筑成本通胀率达到8% 成为亚洲最高 尽管建筑成本排行榜上滑落了四个名次 但仍显示出建筑业的强劲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参考消息往6月24日报道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6月22日报道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们 近日完成了一项联合项目的第一阶段发掘 这个项目旨在研究丝绸之路上一个古老帝国的遗迹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州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系列贵双帝国时期的文物和数十个墓葬 这些发现不仅包括几座房屋及生活痕迹 还表明苏尔汉河区域东侧是贵双人分布的关键地带 这些发现填补了该时期这一区域历史的空白 这次发掘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文化联系的系列项目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西北大学 在这些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兰州大学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朱永彪表示 中方希望通过推动联合考古项目 来加强文化和人员之间的交流 这将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他指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人文交流 考古合作正是关键领域之一 商报周一 2024年6月24日 综合股价指数 宗指IHSG 收盘上升9.187点或0.13% 报收于6889.165点 尽管早盘宗指曾上升至6897.06点 但下午收盘时略有回落 LQ45指数则下落2.8点或负0.32% 报864.402点 亚洲股市表现各异 日本指数上升208.18点或0.54% 报38804.65 香港指数微跌0.81点或负0.0045 报180027.71 上海指数下落35.04点或负1.17% 报2963.10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8.12点或0.25% 报3314.14 根据IDX.COID的数据 当天交易总额达到9兆6236一顿 其中涨价的股票包括MD Pictures Cherowen Park Fan Indonesia等 而Jane Swastatika Sentosa Center Top等股票则下跌 当天 顿币对美元的汇率也有所增值 1美元兑16394顿 比先前的16450顿增值56顿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终审法院 24日沈李黎智英 李柱明等7名民主人士的上诉 这些人士希望推翻对他们非法集会的有罪判决 曾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廖伯嘉 David Neuberger 是参与审理的五名法官之一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外籍法官是否应继续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职引发关注 最近英国法官郝莲斯 Lawrence Collins和陈耀信 Jonathan Sumpson辞去终审法院职务 加拿大的非常任法官麦嘉林 Beverly McLaughlin也宣布不再续任 此案的审理背景复杂 反映出香港司法体系在国安法下的变化和外界的关注 香港电台 香港与亚美尼亚在埃里温签署了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税务局局长谭大鹏代表特区政府 与亚美尼亚政府签署了协定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 这一协定明确了香港与亚美尼亚双方的征税权 有助于投资者更有效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 提升香港作为商业及投资枢纽的吸引力 根据协定 香港公司在亚美尼亚缴纳的税款将可在香港税率中抵免 避免双重课税 此外亚美尼亚对香港居民征收股息的预扣税税率上限 将定为0%或5% 具体是控股比例而定 而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上限则均为5% 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两地在税务合作上的进一步深化 香港电台报道 六福集团发布迎喜 预期截至三月底的去年度 盈利按年增长约30%至40% 攀升至于17亿元 盈利上升得益于港澳与内地去年初通关后 零售气氛持续改善 再加上低基数效应的推动 此外 六福集团收购香港资源控股后 录得一次性估值约2亿元的收益 也为盈利增长带来显著贡献 这样的业绩表现无一给市场带来了积极信号 显示出六福集团在零售市场中强劲的复苏势头 星州网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在其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今天没有人可以低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的文章 指出全球民粹主义高涨和世界日益两极化 使得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愈加明显 郑永年 这位被视为北京中央智库的知名政治经济学家 警告说 美国政治局势的巨变 尤其是特朗普再次掌权的可能性 将导致一个准法西斯政权的出现 并可能引发大西洋两边法西斯力量的联盟 他认为全球经贸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化趋势已经成形 美国以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对抗中国的全球化努力 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 尤其在晶片战争 新疆棉和台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郑永年指出 美国在中国周边塑造了多个小多边联盟 如美日非三边联盟 美日韩三边联盟 Jerokas 美英澳三边联盟 Aukas等 目的是围堵和遏制中国 郑永年预期 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不是是否 而是核实及以核种形式的问题 他认为中东的以哈冲突和俄乌战争 虽难以发展为世界大战 但美国将战争引向亚太地区的趋势非常明显 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 美国的亚太政策 显然是一切为了应付中国 即便整个亚洲被战争毁灭 也在所不惜 香港新闻台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一起主持香港故事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三段精彩的香港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到中环天桥 那里有一场即兴音乐会正在上演 天桥上 音乐家们随心所欲地演奏 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聆听 无论是古典乐器的优雅旋律 还是现代乐器的动感节奏 都让人陶醉其中 每当夜幕降临 天桥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音乐天堂 音乐家们用他们的才华和激情 点亮了这个城市的夜晚 接下来我们来到尖沙嘴码头 那里发生了一场午夜惊魂 午夜时分 码头上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 原来是一位游客不慎掉进了海里 幸好 附近的保安和热心市民迅速赶到 将游客救起 惊魂未定的游客连连道谢 这一夜 尖沙嘴码头的惊魂事件成了人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最后我们走进兰桂房 体验那里的奇幻夜生活 灯火通明的街道上 酒吧和夜店里人生鼎沸 年轻人们尽情狂欢 享受着夜晚的欢乐时光 兰桂房的夜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星岛日报 卢汉亭 Anson Lo的生日即将到来 他的神徒们已 Walking Together We Light Up The Magic Of Love 为主题 准备了一系列令人期待的应援活动 7月7日 Anson Lo的粉丝们将携手在香港摩天轮和AIA Vitality公园 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 当天 全港市民可以免费乘坐香港摩天轮 享受这一特别的生日礼物 此外 Anson Lo还特别送出了近4000张指定日子的门票 给8个慈善团体 让受惠人士和家属 以及义工们共聚天轮 共享欢乐时光 摩天轮等候 区吉公园将换上期间限定的主题布置 展现Anson Lo的多元造型 并每日限量送出精美应援小礼物 包括生日应援扇和亲田RAP词瓜瓜卡 7月7日当天 全港市民和游客 可以从上午11时到晚上11时免费唱完香港摩天轮 并获得精心设计的限定纪念门票作为收藏 此外 教主生日当天还将举办天星小轮免费乘搭日 尖沙嘴天星码头的超巨型LED广告屏 将全天候播放Anson Lo的片段 让更多人感受到他的舞台魅力 香港电台 基金局发布了今年首季强基金的最新数据 以永久离开香港 唯有申请提取强基金的个案有6500宗 涉及金额约15.1亿元 尽管申请个案和金额都有所减少 但强基金的总公款却有所增加 今年首季强基金已收总公款达到228.9亿元 其中强制性公款占75% 自愿性公款占25% 截至三月底 强基金的总资产值为1.18万亿元 较十年前增加了近1.3倍 值得注意的是 有10%的强基金投资在预设投资策略中 这部分涉及的账户数量达到331万个 占总账户数量的三成 自强基金实施以来 占总资产直近八成的股票基金 及混合资产基金的平均年率化 净回报为3.8% 高于同期的年率化通胀率1.8% 这些数据表明 尽管有部分市民选择永久离港 但整体来看 强基金制度仍然稳健运行 为市民的退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网易 绿茶集团再度冲刺IPO 历经两年的沉寂 终于在2024年6月19日 再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 作为中国休闲中式餐厅的头部品牌之一 绿茶餐厅凭借着独特的三板斧 融会各系的菜式 亲民的价格和独特的装修风格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然而 疫情的冲击使其业绩波动明显 2022年经调整后净利润大幅下滑 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 2023年绿茶集团业绩强劲反弹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1.15% 净利润激增1112% 尽管如此 绿茶餐厅面临着心意不足 依赖经典菜品的困境 未来的快速扩张计划 也可能因翻台率难以提升而后继乏力 管理层的高额分红行为 更是引发市场质疑 上市募资的真正目的是否为了风险 转移仍待观察 星岛日报报道 复卫香港在今年首季的新业务 首年保费按年升42% 高于行业平均的39%升幅 基深全岗第三 内地访客购买其产品的年度化 保费按年升126% 也远超行业平均的91%升幅 复卫的专属代理人团队规模逆势增长 人数按年增加10% 继续排名全岗第一 为业务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 复卫大中华区香港行政总裁柳志坚表示 公司将继续深化本地市场 同时把握内地访客市场的机遇 积极推动数码创新 拓展多元销售渠道和团队 以打造优质且高性价比的创新产品及服务 《东方日报》报道 六福集团发引喜 预料截至2024年3月底 只财年的毅力将超过17亿元 按年增长约30%至40% 这一增长主要归因于香港 澳门及内地去年初通关后 零售气氛持续改善 以及低基数效应和收购香港资源控股 及金至尊业务 后录得的一次性估值约2亿元收益 此外 六福集团还公布 有人试图未经授权取缆集团的数据库 共有约1800名香港客户的部分记录被提取 《明报》详细报道了六福集团的引喜 预计截至今年3月底 指全年毅力将于17亿元 按年增长约3至4成 公司表示 这一增长主要由于香港 澳门及中国内地去年初通关后 零售气氛持续改善 加上低基数效应及收购香港资源控股后 而录得的一次性估值约2亿元收益 六福集团上周还确认 有人试图未经授权取缆集团的数据库 共有约1800名香港客户的部分记录被提取 显示出公司在数据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 联合早报报道 亚洲建筑成本在去年持续高涨 其中新加坡的建筑成本通胀率高达8% 成为亚洲城市中最高的 特纳唐讯 Turner & Townsend 发布的2024年国际建筑业市场调查报告显示 新加坡在亚洲建筑成本排行榜中 位列第八 平均每平方米3129美元 约4238新元 香港则是亚洲建筑成本最高的城市 平均每平方米4500美元 澳门和东京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 平均成本为每平方米4269美元和4127美元 特纳唐讯对全球91个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涵盖了办公楼商场和住宅等11个类别的建筑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 纽约的建筑成本最高 平均每平方米5723美元 旧金山紧随其后 香港位列第九 新加坡排名第35 报告预测 今年新加坡的建筑通胀率将放缓至5% 特纳唐讯亚洲房地产负责人穆克尔吉 Summit Mercury 指出 中国经济放缓促使企业转移制造活动制进案 给亚洲建筑业带来了增长和机遇 亚洲人口和财富的增加 也推动了休闲和酒店业的建筑需求 以及新教育和医疗设施的投资 然而大部分市场的建筑成本通胀率高涨 可能是由于项目积累过多 但随着这些项目逐步建成 建筑成本应会趋向缓和 此外人力短缺仍是建筑业的棘手问题 调查显示 接近八成的市场反映员工不足 特别是能够建造先进制造和数据中心领域 特殊建筑的高技术员工短缺 进而推高了聘请这些高技术员工的成本 也可能导致建筑成本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星岛日报报道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今日24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了一场代号静弩的跨部门反恐演习 模拟本地恐怖分子在国际会议期间 释放有害物质的情景 演习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多名预会者受伤 和感染有害物质 政府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 成功阻止袭击计划并处理危险品 警方反恐特勤队及爆炸品处理课 全副武装的迅速抵达现场 制服恐怖分子并处理危害物质 消防处随后利用机械犬和无人机进行现场 搜索和空中监测 连同民众安全服务队 医疗辅助队和医院管理局 进行几场拯救工作 为伤者进行大型洗销程序 并将他们分流处理 政府还展示了消防处流动指挥车 流动伤者治疗车 以及警方的新式流动指挥站和行动工具等 议员们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陪同下视察演习 并就反恐和紧急应变工作与政府代表交换意见 他们认为此次演习展示了个部队专业级出色的能力 有效快速应对突发事故 认为一年两次的大型跨部门演习有助提升各单位的协调及沟通能力 议员们还注意到 演习中广泛运用创新科技提升行动效率 包括设有晶片及二维码减伤分类卡的大量商者事故减伤分流系统 以及去年从内地引入的室内定位设备和危害物质机械权 他们建议政府投放更多资源 继续善用科技提升危机处理能力和前线人员的安全 让市民生活更有保障 此次视察活动共有15名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和非委员参加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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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